这绝对是荒野求生界天花板一般存在的美女了 不仅是能够捕捉到极品野猪 另外还可以挖到超大的野生山药 而她搜寻到的顶级野果更是清甜可口 要知道这可是一般人基本上都吃不到的那种顶级野果 而表妹却是能够发现一大片 独自荒野求生不仅是需要有着顶级的求生经验 还要有着极佳的运气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 就像是荒野小表妹那般的 能够靠着自己打造出的超级打野陷阱 再加上好运到来的话 那可是幸运地捕捉到了一只二三十斤的野猪 这样的野猪可以说是荒野求生者眼中最佳的食材之一 不仅能够提供大量的蛋白质 还能获取到足够的脂肪 要知道在荒野获取蛋白质的难度 那可是远比不上获取脂肪的难度 而且小表妹的运气还不止于此 通过经验和野外生存知识发现了一颗山药藤的她 那时拿上了铁锹对着大地就是一顿疯狂挖掘 最终挖出了一米多深的大坑的同时 也是成功地收获到了这般巨大的野生山药 这样的山药至少也是生长了五年以上的老山药 而且中途还是没有人挖掘过的 才有可能长到这般的巨大 这样的极品野生山药要是在搭配鸡肉 搞一个山药炖鸡 那可就完美了 而小表妹后续又打造了竹子陷阱 搭配上蛋白质虫子作为诱饵 还真捕捉到了一只三斤多的山鸡 看样子小表妹的山药炖山鸡那可是有着落了 美滋滋地在家里过了几天的豪华生活之后 小表妹之前获取到的野猪以及山鸡和山药等食材 那也是消耗了一空 为此 今儿的小表妹可以说是干劲十足 早早地就来到了山上 砍来了不少的竹子 准备在发现野猪活动痕迹的地方 打造一个超级打野陷阱 看看有没有希望再次实现大丰收 由于小表妹根据野猪活动的痕迹 判断这次的野猪估计个头不会小 为此 布置的陷阱自然是不会太普通 否则很可能拿捏不住对方 砍来的大竹子先是被表妹砍成了几大截 接着表妹又拿上打野刀对着竹筒劈砍了起来 直到最后砍出了末端带有两根尖锐的竹剑为止 这可是打野装置的攻击端 所以尖锐程度可是必须足够才行 而在竹剑竹筒的另外一端 考虑到后续绑扎后不会出现偏移的现象 为此表妹特意地将其野砍出了凹槽来 到时候便可以轻松地卡在木棒之上 当然 一个竹剑的打击面自然是比较小的 为此表妹最后一共打造出了三组竹剑 以此来增加打击覆盖面 至于竹剑的动力装置部分 那自然还是在野外最容易获取的弹力来提供了 将长木棍拉弯便有回弹之力 不过想要弹力部分足够地稳定 那就必须将长木棍末端卡住的同时 还需要采用竹皮绳子将其牢牢地绑扎住才行 做完这部分之后 接下来小表妹便可以将竹剑部分卡在长木棍末端了 并且按照间距时到15厘米的距离来设置 此时布置好的竹剑还是可以绕着木棍360度旋转的 因此必须采用竹皮将其牢牢地绑扎在长木棍之上 这样的话后续在回弹之力推动下 逐渐基本上是不会出现太大的偏转的 完事之后 小表妹那时用力地将长木棍向后拉扯起来 整体的试了是长木棍的弹性形变位置 以及逐渐尖端的具体位置 这样的才能够把握住击打的精准位置点 经过一番拉扯之后 小表妹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便是长木棍回弹之际可是没有一个较为稳定的滑动轨道 可能会打偏 为此表妹先是在后端架设了一根立起来的竹子 接着再在竹子中间卡上一根竹筒 而竹筒的末端则是斜着向下抵在地面之上 这样的话 逐渐装置便有了一根斜向下的竹筒滑倒 可以保证击打点位置的准确性 这部分处理完毕之后 接下来便是触发装置的布置了 表妹先是在地面敲击了一根双叉的竹筒 接着又是拿出了带来的绳子将其绑扎在长木棍逐渐端步 这样的话便可以拿上绳子绕过后方的大树 在拉动绳子的同时 也向后拉扯长木棍 让其达到足够大的变形 以此来提供打野装置的回弹之力 这部分可是不好操作 毕竟长木棍可是比较粗 弹力也是很大 加上细绳子也是比较的勒手 小表妹可是花费了不少的力气才将其拉到了合适的位置 而在绳子末端则是绑扎有一根短木棍 将其卡在地面竹筒内部的两根木棍之间即可 一旦野物触发到下方的竹片 将下面的根木棍踩下去之后 短木棍便会脱离卡槽 整个回弹装置将会被触发 回弹力带着逐渐便会击打向触发装置的野物 从而将其带走 不得不说 在布置打野装置一道之上 小表妹那真是飞机上点灯 高明啊 这般精妙绝伦的陷阱 都能够轻松地布置出来 简直是绝了 一番布置和放置诱饵之后 小表妹在仔细地经过一阵检查 确保了装置没有问题的同时 还在周围加上一些树枝作为阻挡 随后这才准备离开打野陷阱 这一次小表妹来到的临时休息点 可是她很久之前打造的庇护所 不过由于长时间没有回来 此时的庇护所那已经是比较的破久了 而且近期似乎还有人来过 因为地面之上还有柴火燃烧的痕迹 不过对于小表妹来说 这些都是正常的 毕竟靠山吃山的人可不只是她一个 拿上包裹作为枕头之后 小表妹便美滋滋地睡了过去 毕竟布置陷阱也是一个耗费体力的活 就这般得 表妹那时舒舒服服地睡到了下午三点多的时间 这才准备起身去查看陷阱 要是能有收获的话 拿上猎物下山 回到家正好天还没黑 而来到高处时 表妹可是开心得很 远远地便见到有货 于是乎表妹赶紧地跑了下去 只见一只大家伙那是直接被逐剑给命中 小表妹见状 在确保野物已经走了之后 便开始将逐剑扳开 最终将下方的野物给拿了出来 这只野物可是只大家伙 怕是得有个十多斤的样子 看起来应该是幼类的一种 可是把小表妹给高兴惨了 因为当地是允许捕捉这一类生物的 表妹自然是不会错过的 仔细地拿着野物好好地查看了一番之后 最终表妹那叫一个美滋滋啊 当即便拿上野物向着山下走去 今儿那自然又是极为美好的一天了 前两天收获到极品好货的小表妹 那可是过了两天happy的日子 吃的那叫一个爽歪歪 今儿的她倒是没有上山 而是在山下附近背着被篓晃荡了起来 准备搞点水果吃吃 为此就连看到的风潮 表妹也是直接放过了 这个季节在山下 可是有一种野果成熟了 往年表妹都会前来采集一些回去吃 今年的她自然也是不会放过 不过由于长时间没来 表妹也是只记得大概的方向 但是却是没找到 好在这一路上的收获也不少 这不 表妹可是发现了一棵鲜嫩的棕榆树 并且将其树干给完整地砍了下来 较为年轻的棕榆树可是好东西 其树芯部分便是一道出名的蔬菜 棕榆树芯 棕榆树芯既可以煮熟吃 也可以直接生吃 味道比较脆甜 可是含有大量的淀粉以及糖分 在野外绝对算得上是一种极佳的食材了 收获到棕榆树芯的小表妹那可是吃的那叫一个美滋滋 不过在今天野果才是表妹搜寻的目标 为此吃完棕榆树芯之后 小表妹又继续地搜寻了起来 正所谓皇天不负有心人 在经过大半小时的搜寻之后 表妹终于是看到了树上出现的红彤彤的野果 这便是表妹此行的主要目标 这种野果表皮十分漂亮 成熟后是红色的 里面的果肉则是一半一半的 有些像是缩小的山猪肉 吃起来清甜可口 可以说是深得表妹的喜爱 一连着表妹就吃下了三四颗果实 不过随后表妹看向树木上方时 可是发现了上面的果实更多 高兴的她那是当即便向着上方攀爬而去 来到上面之后 这里果实那真是不少 一大片都是红红的野果 而且大部分都是红色成熟的 青色的果实几乎看不到 见此装的表妹那可是没客气了 当即就采摘了起来 毕竟今儿可是背着贝罗而来的 必须搞上一贝罗才行 借助着灵活的身手 表妹可以说是将这棵树上 大部分的野果给采摘了 当然 还是留下了一些部分留给鸟或者猴子吃 随后的搜寻之下 表妹又在附近不远处的另外一棵野果树上 发现了涨势更加好的野果 看看这野果数量 好家伙 那可是红彤彤的一大片 简直是难以形容 这般数量 怕是要比之前的那一棵野果多出个三倍都不止了 不得不说 小表妹今儿的运气那真是绝量 简直是好的不要太过分 随着表妹的不断采摘 贝罗之中的野果数量也是快速地上涨了起来 最后表妹甚至还留下了至少三分之一的野果没有采摘 贝罗便基本上满了 虽然剩下的野果熟度虽然也算是不错 收获满满的表妹那是背着贝罗便回去了 最后将一贝罗的野果蟹给倒在了桌子上 可以说是十分的开心 毕竟看着这么一大堆的野果 任凭是谁也会开心呢 而后表妹则是美滋滋地拿上了野果 包出果实之后 大块朵移了起来 看看表妹这小日子过的 那真是简直不要太幸福啊 不过一天下来光是吃水果可是不行 毕竟水果不能当饭吃啊 鱼是火 下午的时候 表妹可是准备搞点鱼吃 毕竟之前一直都是山珍 今儿必须吃点和鲜才好 捕捉了几只小螃蟹作为诱饵之后 表妹便拿上了鱼龙来到了河边 只见表妹先是将捕捉到的四五只小螃蟹一一地敲碎 之后便将它们放入到鱼龙之中 这可是捕鱼的极家鱼饵 小表妹可以说是屡试不爽的捕鱼之法 最后在选择了一处合适的水域之后 表妹便将鱼龙给放了进去 并且采用石块压筑 放置被水冲走 至于剩下的 那便是交给时间了 毕竟鱼儿进龙也是需要一个时间的 下午的时候 小表妹便满怀期待地来到了河边 开始收取着水中的鱼龙来 随着鱼龙被表妹给拿了上来之后 此时表妹已经感受到里面的鱼儿挣扎的动静 将鱼龙拿到岸边后 表妹在旁边寻来了一根树枝 接着便开始取鱼 这第一条河鱼的个头就不错 足足地有个十多厘米的长度 有点像是细鱼的感觉 表妹自然是赶紧地将其穿在树枝上 紧接着又是第二条鱼儿 随后的时间里 表妹可是收获了不少的鱼儿 其中似乎大部分都是细鱼为主 细鱼的个头本来就不大 但是里面貌似还有这一条近乎二十厘米之长的大火 而所有的鱼儿怕是得有个十条左右的样子 这样的鱼货数量和质量那都是极其之好的 可见表妹这一次捕鱼之成功啊 最终表妹所有的收获便是这般模样 看到鱼货 表妹也是开心地小了起来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原始的烹饪方法 表妹烹饪鱼儿便是最简单的炭火烤制 最终烤的鱼儿那叫一个焦香四溢 吃起来那真是外酥里嫩 十分的香甜 而且鱼肉具有着大量的蛋白质 绝对是荒野食材之中 最为顶级的食材之一了 这一餐吃的表妹那叫一个十二分饱啊 一天之中既吃到的顶级的野果 又吃到了焦香的烤鱼 这绝对又是完美的一天啊 好